离达好不远的霞山 阿植的鸭谱店 今天十分忙碌 熏鸭用的木桶里 烫火一直在燃烧 从阿植记事起 门前的这个木桶散发出的甜蜜烟熏味 一路伴随他长大 阿植家一直保持着最传统的熏鸭谷法 这种方法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 阿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独门秘方 红糖是从甘蔗中简单提取的粗糖 由于没有精加工 它几乎保持了浙质中所有养分 在中国 红糖通常被当作营养品 而潮汕人则偏爱用红糖腌辣食物 把腌制好的鸭子整齐地挂在木桶内壁 用木炭火烘烤四十分钟后 酱料充分尽锐到鸭料内部 延熏的时候到了 熏鸭用的燃料居然是甘蔗渣 店里每天要用料大约四十公斤的甘蔗渣 要找到这些材料并不难 在距离阿什加不到二十公里的山脚下 近千亩的浙林正在蓬勃生长 北回归县穿过这片肥沃的土地 充足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 使中国的岭南地区成为甘蔗的主要产区 蔗糖的甜味来自于分子中的葡萄糖和果糖 这是太阳的光合作用带来的 浓冬的雨季甘蔗悄几句的糖分 这种物质不仅能为人类补充体能 更能在缺乏日照的寒冬里抚慰我们的心灵 当然 这汤也为中国多个地区的美食提供甜味的基础 去大河古城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无锡 工商兴旺,生活富足 虽然从来都不是这堂产区 但在口味上,无锡人却执着地选择了甜 中文振柄 中文振柿